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今天是给大家带来一款自走其手游 叫做战争艺术 那这个游戏的话呢 是可以大家可以在TableTable上面下载 等一下陈老师在打的时候 因为他这个一局可能要打40分钟 所以说等一下陈老师只是打一个片段 而且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觉得这个游戏不错的话 陈老师后期可以做成一个专辑 这个游戏的话就是一个自走其模式 就是最近的自走其非常火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进去游戏给大家看一下 我把这个画质是调到最高了 好现在我们是直接开始了 我这边是牛逼的小陈老师 那么自走其的模式也是一样的 刚开始我们就只有一个金币 一个金币我们放什么呢 放这个穿山甲怎么样 放这个熊猫 因为他只能场地上放一个人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模式就是这样一个自走其模式 然后这个游戏自走其模式最大的好处 他的视角还可以左右对冲 左右对冲这样的视角 或者说是 我们回到游戏的视角 左右对冲 或者说上下对冲都可以 这边刚开始是一条 一条 那的话这是第一回合 第一回合 那么后期的话 我们打到后面的话 他最多的话 他上面是可以放十个人物 十个人物 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打到稍微后面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人物放多一点 好我总算是陈老师 总算是已经打了很多个回合了 然后这波的话 我总算已经有十个人了 飞天蛤蟆 那我钱不够了呀 轰炸 那就这样子吧 我们给大家打两个 他最多是 最多可以放十个人 他三个相同的兵种 可以升级成为一个更强力的兵种 然后这边的话 还有道具可以给队友放 给我们的战士放 我们看一下 OK 我们给大家打两把 对面是两个神像 这两个神像不一定打得过呀 哎呀 一开始就吃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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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没问题 刷一下 加油 我们的队友应该是给力 应该是能打得过吧 我自己试完的时候 这边就没打过 短匕首 短匕首 好 给他 没了 这把我们就over了 短匕首的话 还是也可以给队友配上 对我配上短匕首 那咱不甘心 咱们再来一边 来再再来一个古龙 再给大家 这个就是这个游戏的一个玩法 当然我这个钱不够了 兄弟们 然后这个短匕首的话 给那个配上 配上 然后的话 这个的话就是这个 我们自走棋的一个玩法 一个玩法 所以说大家的话 喜欢的话 也是可以去tap tap上面去下载 我们看一下最后 再来这把打吧 这个是第26个回合 我们这个才是对面正常的一个阵容 好 对面 这样子 直接是跟对面开打 但他这边人物是自动会攻击的 我们后面的话 不同的兵种要配合在一起 这样的主要是一个 大家一个战略 一个调配 战略一个调配 一个步兵 步阵 排兵步阵 好 这一波 这一回合也是非常轻松的拿下 上一回合是实在没有办法 无影 那么这一期这个游戏战争 战争艺术也是给大家先做到这边 大家喜欢的话 是可以去tap tap上面去下载了 好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